大家好,我是来自北风网的老谈,欢迎大家收看北风网项目实战培训 这节课呢,我将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独立的知识点,就是任务调度 任务调度呢,在加瓦开发里面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功能点 那么这节课我将利用一个比较流行的开源这个加瓦包 块子来完成任务调度 那先来看一下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首先呢,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任务调度的概念 第二个呢,我们将使用块子完成任务调度 同时呢,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门课程里头使用的Spring这样一个框架 是如何对块子进行支持的 因为Spring我们说过,它是一个 可以把很多这个开源的产品呢 这个管理起来的这么一个开源产品 我们来看它对块子是怎么个支持法 先来看一下什么叫任务调度呢 其实这个任务调度呢 它是只能基于给电的时间点 就是给电的这个时间点呢 或者给电的时间间隔 或者呢给电的执行次数 自动执行任务 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词就是自动执行 因为在我们之前做的大部分功能里边啊 咱们都是用这个鼠标去点击某一个按钮 也就是需要呢 人为的去触发这个事件的发生 而有些任务呢 是不需要人为参与的 这个好比呢 我们这个系统里边 比如说Windows里头 这种服务 我们一般的软件都可能需要双击一下 这个快捷方式 桌面快捷方式 或者是点击一下 开始菜单里面的菜单 那么才会开始执行 而对于Windows里面这个surface 也就是服务来说呢 系统一旦启动 这个服务就开始运行 而且用不着用户呢 费得参与 那么它也没有界面 那么对于在我们有一些的系统里边呢 会设立到任务调动 好 那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 像有一些网站里头呢 它生成的这种RSS文件 不认为大家有没有在网上去看到这种图标RSS 并且能够的通过浏览器 或者一些专门 这个看RSS一些软件 比如说像新浪点点通 那么像这样的一些软件可以解析RSS 但是这个RSS呢 它不是说由人为去产生的 它是呢 比如说隔这么几个小时 它可能能把网站里边最新的一些新闻 或者是一些论坛里边的帖子呢 就生成一个RSS文件 这个事情并不需要人为参与 只需要的通过程序写好 那么在给定的时间点 或者给定的时间间隔 那么就自动执行 那么这种任务呢 我们就称之为任务调度 那么在我们的项目里边 其实也有这种场景 那比如说我想在每个月的这个月末 每个月的月末啊 那月末呢 可能是比如说29 或者30 或者31号 这都有可能 但是我们不管是哪一天 我们认为只要是这个月的月末 我就产生一个销售报表 那么以文件的形式产生 并且呢 放在文件夹里边 当然是放在容器的 文件夹里面也是服务器上面 那么这个每个月的月初呢 领导就可以去打开这样一个统计报表 那么这个统计报表呢 我们是每个月的月末产生一个 并不需要人为的参与 当然统计报表这个功能呢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 文件报表 要么是一个send 要么pdf的 所以这个功能呢 我们就不重复 但是今天我们要学会 如何能够自动的去执行 好 那么这里呢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概念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对于加法里边怎么去实现任务调度 这里呢 有至少四种办法 第一种是timer 这种呢 我们以前呢 如果有一些比较简单的任务调度 用timer呢 还是能够用 那么后面呢 这GDK5之后呢 出现了一个调度的执行器 就这个 这个啊 来自于加法点 UTL点 嗯 concrete 是个并发包里边的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开元包 这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一个quest 那么还有一个是jcrowtab 好 那么我们呢 呃 先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个timer 它怎么个用法 因为这个呢 大家可以体会一下 它比较简单 因为是GDK5自带的 好 我们呢 给大家写一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来体会一下 那我们就直接写在测试里边 Test Timer 那么我呢 可以写一个类 比如说 这是我的一个任务 然后我继承一下 Timer Task 这是一个JDK里边自带的一个类 这是一个抽象类 产生一下 这个方法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这样一个类里边呢 就有一个需要我们重写的方法 run 那么有了这一个run呢 我们就可以呢 在里边写一些咱们想重复执行的代码 那这里我呢 写一个简单的收出就可以了 写个hello 那么如何去调用这样一个TimerTask呢 就是你的这个任务是写的这个run方法里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run呢 跟我们这个加码里边的线程非常类似 加码里头我们去创建一个新的线程 那么有两种方式 要么是继承一个threadlay 然后重写里面的run方法 要么是实现一个run的接口 也是重写一个run方法 那么我相信大家能够猜到 对于这样一个任务调动呢 跟线程应该是有某种关系 好 那么 如果你往上面找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这个TimerTask 它就是一个实现了run的接口的 这里还比较直进啊 直接呢 就看到它是实现了run的接口 好 那么有了这个之后啊 我们要想调度它 怎么做呢 我们用一个 Timer 我们提示一下呢 得到一个Timer 那么Timer里头呢 我们就有一个方法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 嗯 Schedule Schedule呢 大家猜一下 这应该是一个调度的意思啊 那么怎么个调度法呢 你可以把一个Task这个TimerTask放进去 那刚才我们已经创建它的一个子类 我们只要留一个放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有一个时间 那么可以看一下 这个时间可以是一个Data 可以是一个run 那么分别的意思呢 要看帮助文章 那么还可以指定Data和一个run型的 FirstTime和Period 另外一个就是Delay Period 两个都是run型的 那我们看一下帮助文章 里面怎么说的呢 Task就是要调度的任务 而这个Time呢 是指任务执行的时间点 什么时候执行 好 那么这是这个意思啊 那么第二个呢 是Task的不行说了 仍然是调度的任务 而Delay呢 是指一个延时 任务执行之前 延时的好秒数 就是我这个任务啊 我启动的时候 我是要隔 多长时间才启动 就我现在如果来调用的话 其实并不会马上执行 好 那我能不能够同时指定两个呢 同样的 你可以考虑 在某一个时间点上边 我可以执行两个 打个打个比方啊 我准备这个方式来 做一个演示 我想在延迟一秒之后 延迟一秒之后啊 那么两个秒钟 执行一次 就我刚开始运行不执行 过一秒 我来执行 好 当然我也可以呢 把时间弄长点呢 效果应该更明显 牛百叫买叫买叫买是这来的 接到这个Delay 比如说我来一个十秒 一个五秒得了 懒得动啊 那么每一秒钟执行一次啊 五秒应该就是五千毫秒 大家可以看到 就这样就这么两句话呢 就能够将一个咱们写好的任务呢 进行一个调动 那我们来执行一下 我们看 一秒钟执行一次 刚才是听了五秒 好 那么这个地方 如果你不去管它 它会一直这样执行下去 好 那我就直接先把这个进程停掉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讲到的其中一种实现方式 是非常简单的 使用JDK里边自带的类 就能够实现一个简单的任务调度 但是呢 这个呢 任务调度 它有些缺陷在里边 包括它的这个调度呢 非常的简单 它不能做一些比较复杂的时间点的控制 所以这个呢 在开发里边 有时呢 还不够用 好 那我们接着往后面看 那么我们呢 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一个重点的知识点 就是Quars 那我们先来看 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 这样一个开源包 那么主页呢 我们也看到是这个样子 这个名字比较直接 Quars 调度 它原先的这个发明的公司 或者创建这个包子公司呢 是属于法国的一个公司 那么这个法国公司 其实有很多的开源产品 但是呢 它应该说是被收购了 后来产品呢 就是被这个另外一些维护了 那么我们现在呢 看到 这里有一个官网呢 有一个下载 那么这个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这就不连接下载了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文档 这个就是我们学习的一个依据 大家仍然要学会呢 怎么去学 通过它的官方文档 咱们就能学会它的绝大部分功能 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功能就需要你在实践里面去使用 那么除此之外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介绍 说什么是块子 加瓦 调度库 那么他说是一个 这个功能丰富的开源的 一个任务调度库 能够集成在各种呢 应该说任何加瓦程序中 从小型的独立应用程序到大型的电子商务系统 他也能够去创建 用于创建简单的或者复杂的调度 对于直线 什么 这个几十个上百个 甚至呢 这个上千个这样的任务 同时呢这些任务呢可以被作为一个标准的加瓦组件来进行调用 那总而言之这个功能是非常的强 那么最后呢他也说到了包括许多企业 其类的一些特点 比如说对于JTA事务以及集群的支持 所以这样一个 这个任务调度控制应该是非常的专业 当然也非常的灵活非常的强大 那我们有了这么一个 呃 官网之后啊 我们很多事情好办了 比如说我现在打开文档 应该已经在这个界面 打开之后呢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关于版本的介绍 啊 关于版本的一个分类啊 比如从1.x这个系列 那么每一个版本都有对应的超链接 那我们下的是最新的呢 应该是2.2这个系列 好 2.2.1啊 那我们打开应该就是这个 那么这个里面有介绍 是有台新东西 我们没有必要看 我们也没有去给大家讲一些老的版本的 所以无所谓什么新特性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任务调度的一个overview 就是一个简单的介绍吧 就是块子能够帮你做什么 这里我就不一个一个帮大家翻译了 大家可以利用一些啊 这个翻译工具 比如说在线翻译啊 什么的啊 给他直接翻译过来 好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快速开始指南 也就是一个快速入门 那么这个地方呢 他告诉你怎么做呢 下载安装配置 那么启动一个简单的程序 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起来有这么四步 但是呢 在我的这个课程里边 我并不会 做很多额外的配置 我的任务调度就是在内存里边去调度 而对于Quest来说呢 他还有一些特点就是 他能够将任务调度的一些信息持久化 也就是要数据库的支持 那么有了数据库的支持呢 他这些任务调度就永远不会中断 如果你的系统崩溃也没关系 你再启动 这些任务调度信息 仍然会从数据库里边呢 给读回来 这也是他区别于刚才我们用到的 timer 它的一个优点 好 那么这是我们说到的 这个步骤 所以我们的准备工作 其实比较简单 下载呢 已经准备好了 那我们呢 将包 放到我们这个地方的 labor里头 我们把Quest点 这个2.2.1拿过来 好 拿过来之后呢 我们再回到文档 这些呢 就没有什么特别看的啊 我也不做这个持久化的配置 既然不做持久化配置呢 那我们呢 接着往下边看 那么这一段呢 就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 Java类的一个调用 它是用在了一个 独立的Java 这个Java程序里边 而不是在一个web程序里边 那么它的用法可以看到 就这么几句话 我们先暂时读一下啊 这个程序 这句话确实可以调度 但是呢 没有什么用 因为它还没有一些job 大家可以看到 主方法里边上来 就得到一个标准的调度工厂 然后呢 这个调度器就开始启动 接着还有一个关闭 只是说 它没有管理任何的这个job 我们叫任务 有时候在这个操作系统原理里边 有时叫作业 好 那么这一段 我们先放在这 接着 我们来看 这个文章 那么这个里边的东西比较多 那么选择一个课程有这么多啊 那我们呢 找一个 好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要求大家能够使用class 那么一旦你使用的时候呢 那么就有个概念 我们需要理解 那么哪些概念呢 我们先来看 这是一个核心元素的结构图 那在我们用class这样一个开源包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这样的 首先呢 你应该有一个job 这就是你要实现的一个功能点 我们需要任务调度器来调度的这个功能 我们就写在教堂里面 好 另外一个跟他呢 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春根 这个春根呢 在数据库里边 我们应该有所了解 叫触发器 触发器呢 是指在某一个特定的 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他就会开始执行的一段代码 它实际上是一个 从数据库的角度来说呢 它是一个特殊的存储过程 那么对于任务调度里边 这个春根实际就是一段 就是一系列 符合条件的时间点的集合 你比如说我们之前说到的 我隔从现在开始呢 延迟五秒开始 我每一次呢 我就是隔一秒执行一次 这是跟时间相关的 那么就有很多时间点 到这个点 这个任务就执行一下 还包括刚才我们说到 对于呢 月末的时候 我产生一个文件报表呢 放在一个文件夹里头 以便呢 领导在月初的时候 能够呢 直接看到报表 特别是报表的产生 需要花比较长时间的时候 我们一般不会呢 直接去点击一个导出 那个时候我们通过呢 用任务调度 比如说在 凌晨12点 我开始呢 这个做这个任务 因为这个时候 使用性的人比较少 那么有一个春格啊 就表示一段执行的时机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要把它们两个呢 进行一个关联 在某种条件下边执行某一个任务 那么就需要有一个调度器 所以对于Quest来说呢 就是三个关键的东西 就三个关键啊 一个调度器 一个触发器 一个任务 那如果说我们要来写这段程序呢 我们首先应该有一个任务 我们来看 我们新建一个Quest的任务 这样写吧 明确一下 那么要求呢 是这样的 这个内容 要求实现一个接口 Job 来自于OiG点Quest 这样一个包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一个接口呢 它只有一个方法 Excute 就是执行 所以我们的任务啊 就写在这个里面 这个Excute的方法呢 有一个参数 叫做Job执行器的上下文 这个一般以上下文 Contest结尾呢 都是表示一个运行的环境 是一个全局的啊 一个运行的环境 包括像 Servlet里边 咱们也有 什么Servlet Contest 那么在别的这个开源帮里边也会有 咱们以前学过一个Application Contest 这来自于呢 Servlet 好 那么这个是Contest 当然我们呢 可以简单的呢 调用一下收出 以后咱们要做的事情 放到这个里边就可以了 好 所以这个地方 比如说产生报表什么的 我就不用再写了 我们关键是要能够调用到这样一个方法 那我现在呢 就模拟一下 这个任务呢 就开始干活了 我们等会看到后台 如果能够按照我们的要求 不停的输出这句话 那说明这个程序就写对了 好 那么这是我的任务 写好了 接着 我来 写这么一个类 就这么写吧 带一个主方法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利用Quest提供的API呢 咱们来实现一个这样的调度 我们先来看 这个里头我们应该怎么下手 那么他的代码呢 其实在文档里边都有啊 在文档里边写法的都是差不多的 那么我可以呢 参考这个文档 当然这个文档里边有一些代码 大家能看懂 打个比方 这个地方有一个new job 这个new job 那一看是一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呢 按说是应该在某个地方定义好的 实际上 这个地方是一个静态导入 这个代码是没有写权 所以大家看起来呢 有点用户啊 那么其实在这个包里边 有一个sup 应该是在 这里啊 一个zampers 一个zampers里边呢 会有很多的啊 这个一个zampers 不过呢 这个里头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他需要你做些处理才行 要你做些处理啊 在上一个这老版本里边啊 咱们建造的这个例子呢 他目录跟这个有一点不太一样 大家可以打开一看呢 你发现 这确实有例子 但是都是编译之后的 那么我们呢 就参考这个啊 好 那我们呢 直接来写 我们首先应该产生一个 调度的工厂 叫schedule schedule factory 嗯 这个新版本跟老版本呢 有点区别的就是啊 他家很多原来我们的类啊 变成了一个接口 这不能这么写啊 这样一写的话 这个里头他没法写了 我们new的应该是一个 他默认的一个 标准的 这个调度工厂 他就提供了一个默认实现 那我们就比较好用了 那么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知道既然你是个工厂嘛 那我就得到一个调度器 get scanner 異常 我们处理一下 好 那我这个異常呢 干脆这样啊 我这里就是一个测试 我就把它放在那主方法里边 抛出算了 好 这是调度器 那么有了调度器呢 我们下一步就需要将一个job呢 把它串 这个串成一个job detail 他等于job detail job build呢 点 newjob 那么这个地方 newjob咱们就看懂了 之前的这个地方啊 在我们这里头是这么写的 有点没看懂 因为他前面还有导入 而且这个方法是一个 静态导入的方式 那么他的写法是这样啊 用一个内打点 newjob 然后把我们那一个myquarsjob点 class传进来 后边当然你还可能关联上他的一个任务组什么的啊 我这里可以简单点build 好 这样写呢 就跟文导保持一致 如果你完全要一致呢 他这么来的 这么来 嗯 刚才我们是叫 job build 把他找出来先 啊 就这个包里边 后边 我们来一个前面来一个静态的 打点 这个里边就一个newjob 你如果采用静态导入的话呢 就可以把一个工具类里边的这样一个静态方法给导进来 那么在底下用的时候呢 直接用这个方法 文档里边是采用这种方式来写的 嗯 不过这种方式呢 我个人并不太喜欢 因为你乍一看呢 这个方法呢 还不知道在哪个地方 好 不过这是一个语法 大家也要认得啊 是来自于GDK5之后才有的 好 那么我来写呢 我就不喜欢这么写 我就直接去掉 静态方法呢 我还是喜欢用内打点 好 既然创建了一个job detail呢 那么下一步 我们就需要来一个tringer 这个tringer呢 它有一个简单tringer与crawtringer之分 我们先来一个简单的tringer 就是一个触发器 它可以来自于春歌builder 我们先定一个变量 这个范形呢 我们暂时不理它 点 那么可以看到有一个new春歌 这里回来的仍然是一个春歌builder 接着 再点 那我们就有很多方法 我们找哪个呢 找一个跟调度规则相关的 维持schedule 维持schedule呢 这个里边有一个调度builder 叫做调度构建器 那么这个里头 我们就可以非常灵活的给它传入一些调度规则 好 我们来看 这我就一句话就可以写出来 simple 简单调度创建器 点 我们可以呢 用一个重复的 这个里面规则很多啊 我们来一个重复的 叫repeat repeat seconds 比如说 两秒来一次 这个地方我用一种比较长的一个语法调用 就这个方法调用比较长 你也可以专门把它定行一个变量呢 放在外头 然后再把这个变量拿进来 那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下一个 就是要以什么时候开始 你可以从现在start now 也可以传入一个日期呢 start at某一个点 就从某一个时间点开始呢 每次重复两秒钟 永远这么执行 好 那么这个你发现 有点像我们刚才那个GDK里边的timer 那我以现在吧 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再build的就创建好了 好 总而言之 这个地方不管写多长 最终就是想出现一个春梗 那么大家看到 对于我这个写法呢 是依据这样一个结构图来的 我先创建了一个job 那么是一个单独的类 那么放在一边放着 把我们想要实现的功能呢 封装在一个 他提供的execution 这个方法里边 应该是叫 看一下 execute execute 放在里边呢 我们这个job就写好了 那么有了job之后呢 你还得准备一个tringer 这个tringer呢 它又有很多讲究 我们刚才说分两种 一种是simpletringer 一种是crawltringer simpletringer呢 比较简单 它比较适合呢 做一些 间隔多长时间那种 就比较类似于timer 还有一个crawltringer呢 就更加强大 我们等会给大家说 那么有了这两个组件之后啊 下一步 你就来一个调度器 把它们俩呢 关联上 调度器 我们刚刚已经创建好了 job detail 成果 好 这就比较关键啊 任务调度器 将刚才两个独立的 这个组件呢 给合在一起了 一个是我们要调度的任务 它封了成一个job detail 接着还有一个tonger 这个tonger呢 我们创成一个简单tonger 那么调度规则呢 是 重复 每两秒钟 调一次 每两秒钟 重复调一次啊 而且forever 永远都这么干 那么从现在开始 start了 这规则非常明确 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之后呢 我们下一步 我们就要启动 Skyler 点 是大产 我们要启动啊 一旦启动呢 我们就能看到了 这个效果 如果不启动呢 只是一个调度而已呢 它是不会真正去执行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样写有没有问题 好 大家可以看到呢 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当然前面有些警告呢 是因为我们这个日子包 没有倒进来啊 但是不影响我们整个效果 两秒钟 执行一次 一执行呢 就从现在开始 好 那么这一段 第二就是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任务调度 那以后咱们比较负担任务调度 其实都是这样一个思路 好 这是第一种 tunger啊 咱们就这么来写 那么第二种tunger呢 叫crowtunger 我们来关注一下 这个呢 我就直接从这个地方开始写就可以了 我不用再写一个方法 因为任务是明确的 任务是非常明确的啊 我们改一下tunger就可以了 原来就是一个simpletunger 那么它呢 是重复 执行 并且间隔两秒执行一次 但是有些情况下边呢 咱不能说间隔多少 我们就是一个固定好的时间 比如说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 晚上12点 那么对于这种呢 比较麻烦的一些时间点 咱们这个简单tunger是搞不定的 那么下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 比如说 我想在 工作日 进行任务调度 就这个任务是在工作日来执行的 那么周末 以及节假日呢 不执行 这些看数是没有什么规则的 那么你不好用一个simpletunger 来调度 应该说来触发啊 没有办法这么做 所以呢 我呢 注释了前面这个tunger 我给大家呢 写另外一种tunger呢 大家看一下 我们用这一个 明确的用一个 crawtunger 这个crawtunger 这个词呢 它是来自于 unix里面的一个表辣式的语法 它呢 看起来很灵活 但是它功能非常强 好 我们怎么获取到这个crawtunger呢 等于 任然来自呢 春歌build 点6春歌 好 再下一步呢 我们也来一个这样的VS scanner 那么在这个调度构建器里边 我们写这么一个 crawtunger build 点2 crawtunger 那我们就用个字符串比较简单 那么这个里头我们就传字符串 那么这个字符串就是一个crawtunger 那实际上这个crawtunger跟前面这个crawtunger 它应该都是来自于接口crawtunger 刚才我说的那种 我们来看一下文档里边应该是有介绍 我们找一个来 这刚才我说这个里有个crawtunger 这里有很多的说明啊 就这一段 这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 都可以掉到 好 那我们的刚才这里呢 还有一个就是crawtunger 那么这个触发器呢 首先讲到了crawtunger 那么这个比较是呢 是一个字符串 并且实际上是由七个子比较是组成的 那么分别的意思呢 下面有秒分小时 以及是月里边的天 那就是号数 还有月 还有这个星期几 就是星期里边的天数 还有一个年份 这个是可选的 那么下边就有一些例子啊 专门来讲解他怎么去用 那么这是一些 比较常见的crawtunger 表达式的例子 你看一下这个 这表是什么意思呢 每五分钟呢 执行一次 你把这段表达数呢 放到刚才那个字符串里边 就是五分钟 执行一次 那么还有呢 下面这个表是什么意思呢 每五分钟 执行一次 那么在 分钟之后的十秒 五分钟执行一次 但是过十秒再执行 比如说 上午的十点十秒 然后过了五分钟就是十点五分十秒 那么这些 都是要看具体的场景 你是不是需要这么去调度 后边当然还有很多啊 那么如果你将这些表达式的意思呢 掌握好了 你刚才那一句话呀 这句话 你把它拿过去就可以了 好 那么刚才我们这个地方呢 是五分钟执行一次 你就考过去 那么你过五分钟 你发现会执行一次 等这个呢 如果我们有simple 执行其实也能做到 好 那么后边的写法呢 都是类似的啊 只是有些更加复杂一点 那么至于说 你要把这个crawl expression学好呢 你要专门去看一下 一些常见的例子啊 网上当然也有可以收集起来 好 那我们呢 看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想呢 在我们这个项目里边 既然使用sperl论 那我们能不能使用sperl论 来对quess进行一个维护呢 我们并不是写太多代码 我们只需要配置呢 来完成个工作 所以我呢 想呢 带大家来在sperl里边配置一下 看如何将我们这个任务调动 用到sperl里边 那么首先呢 我们 可以写这么一个类 这个类啊 其实对于sperl来说 它并不需要你 写的 要继承谁或者实现谁 你可以简单的这么写 那这样啊 我就把这个写在我们的src里边 我专门写一个job 比如说叫做呢 这跟报表相关的 report job 这个里头我们任意的写一个方法 比如说叫 create job 至于说这个里边写什么内容 我们现在不用关心 比如说你要产生一个pdf的文件报表 放在服务器的某个目录下边 或者产生一个一个sat的文件报表 放在服务器的某个下面 我们都不用操心 这些我们前面有几次课给大家介绍过了 所以我现在仍然忽略这些细节 我就呢 写一个提示 好 有了这个提示之后啊 那我们的下一步就不消息任何的代码了 我们回到 sprint的配置文件 我们来利用这个sprint提供的任务调度功能 我们来配置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sprint的配置我们知道 可以使用一个bin这样一个标签来管理 来一个id为report job class等于就是刚才我写好的report job 这个包呢 我 这个包我还是稍微的讲究一下啊 我专门建一个包吧 不要放这个check里 好 那我们再回到配置文件 改一下这个包名 好 这是第一件事情 这是典型的sprint风格 将一个类呢 给它作为一个bin 维护起来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配置这么一个类 那么这个呢 就相当于是一个job detail的一个工厂 好 既然是一个job detail呢 我就这么写 它应该是配置的是一个工厂啊 由它来负责产生job detail 之前我们是直接new的一个job detail 现在由sprint呢 这一个类来做一个处理 因为刚才我们这个job呢 没有继承任何的抽象类 或者实现任何的接口 所以呢 这个地方我们采用一个 marsend invoke job detail 这个 我们采用这样一个方法 这样用的job detail factor b 那么它的这个里头 我们就需要指定一些属性了 这种地方 你就没有办法的使用注解了 因为这群类是属于sprint提供的 我们采用基于xmail的配置 第一个属性 我们来一个target object 就是你要代理的一个对象 那就是我们刚才写的report job 第二个呢 你要指定一个属性叫target marsend 它由于就是个字符差 value 那么等于什么呢 刚才你写的这个方法叫create job 通过这一段呢 我们就将job detail 给管理好了 job是我们自己写的 job detail呢 我们由使不认来创建 接下来 我们就再来一个bin 这个bin呢 我就叫做呢 我们刚才说这个触发器啊 有两种 我们先配置一个simple trigger 那么这个类呢 它来自于 sprint提供的simple tringer factor factor 仍然是一个工厂 那么这个里边咱们也有属性 一个属性的叫job detail 那么它是引用刚才我们写的job detail 那么它是引用刚才我们写的job detail factor 好这是第一个啊 就是关联上一个job detail 第二个属性呢 我们可以一个start delay 就是一个 这个叫延时啊 比如说我一启动 我就延时多少开始执行 这个看你的需求 比如说我就延时呢 两秒 那第三个 我仍然可以考虑呢 刚才我写的那一个 叫repeat 我们就不说次数了 所间隔 当然你可以配置次数啊 觉得你配置呢 比如说十次或多少次都没问题 我这仍然是两秒 两秒之行一次 这是一个简单的乘格 那么有了这个之后 我们最后呢 我们来配置一个任务调度的 当然这个地方呢 也没有谁引用它 你要不要ID都无所谓 我们就来一个类就可以了 调度 factory 就这个 大家看的包名都是来自使不认 这个框架 它是对块子的一个包呢 有支持的 接着我就创建 我就指定一个呢 property 提示一下 那么就是tringles tringles呢 是一个复数 这个里边要求的是一个 集合 集合里边 咱们可以引用若干个触发器 我们采用 并等于 提示一下 我们写了一个 simple 成功 那么所有的工作 就准备 完毕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写了一个普通的类 类里边 我们这里定义了一个方法呢 是专门做我们想 调度的一个任务 那接下来呢 我们通过全配置的方式呢 将这样一个触发器的规则 以及调度的一个job detail呢 全部呢 给配置好了 那么最后有一个配这个 配置了一个调度器的factory 并呢 将触发器 那么就给观念上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这么写的话 那我只想启动这个项目呢 就应该自动的执行 刚才我的语句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这样一个效果 我们并不需要做任何操作 我们只需要等待后台呢 它的一个运行就可以了 好 我们呢 稍等片刻 这个地方已经执行了一次 接下来 那么后边呢 就按照我的规则呢 两秒钟执行一次 而这个任务并不需要我们手动的去维护它 只要你配置好 使不认 自动帮你调度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配置啊 好 那我先请调 那么除了有这样一个简单触发器呢 其实我们知道呢 还有一个更加复杂的呢 Crow触发器 照顾了画表 我们呢 再来一个 那么class等于 Crow Tringer 接着这个里头 我们就可以调用刚才的类似的一个属性 JobbleDetail 引用一下 这个应该也叫呢 JobbleDetailFactory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定义一个 应该也是比较关键的一个呢 就是CrowExpression 好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这儿呢 就是要求你能够去 将咱们的这种规则呢 编写成一个正确的Crow表达式 那么如果你把这个表达式放到这儿来 我们就能够呢 产生一个调度 好 不过呢 我们现在 可以呢 把刚才这一段 这一段 每五分钟来一次啊 那我能不能改小点呢 一分钟 好 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这个CrowTringer呢 就已经写好了 接下来 那么把刚才这个呢 我们简单的换掉就可以了 当然你两个加上呢 也是可行的 好 你这样加上的话 那就是一分钟呢 就执行一次 好 我们也来看一下吧 这里写的是比较简单啊 如果要复杂一点 那么需要专门 这个针对Crow表达式呢 来编写 就有点像那种 咱们以前见过的正则表达式一样 它有一定的规则 但是总体说起来 它就是一个符合某种规则的 字符串而已 也就只是一个字符串 那么这个字符串符合规则之后啊 当你传给它的解析器的时候 它就能够正确的解析出来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时间规则 好 那这样呢 我就先不等它啊 我们等会回来看 看它会不会执行 现在是没有执行的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讲到的呢 就是一个任务调度的概念 那么它是基于给定时间点 并且呢 希望我们能够去配置它呢 让它能够自动执行 这个是要点啊 能够自动执行 那么重点讲到了timer timer当然我们只是简单的演示了一下啊 它本身它比较简单 我们重点应该是讲到了quise 这样一个报 那同时呢 对于主页呢 我们打开之后啊 这个里边看着有很多的介绍 包括特别是那些文档 文档里边相当于是一个教材一样 所以呢 我希望你能够学会这种学习方式 要不然的话 你只能去呢 零散的查一些文章 形成不了一个 大脑里边形成不了一个完整的这种知识体系 好 那么有了这么一个官网之后 我们就很容易学习 那么我们发现这个里头啊 就有这么几个核心的元素 我们刚才是分别写了job 再写了春稿 春稿我特别强的呢 它只是一种 simple春稿 它比较适合呢 这种间隔多长时间重复执行 还有一个cross春稿 那么它的这个表达式呢 比较的复杂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scan中的 那就是一个调度性 将它们俩的合起来 好 那么我们的例子呢 是给大家讲到了加码里边怎么进行 同时在spread里边 咱们也配置了一下 好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效果呢 也应该有 当然是一分钟就执行一次 我们也可以把它改成咱们任意想要的时间 只要你能够写出正确的可尔比达式 那么这个调度就能够成功 好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讲到的今天的主要内容 那么说到这里呢 我想呢 这节课讲完之后呢 就结束咱们整个的课程 虽然我的整个课程里边啊 那么还有一部分的这个功能点并没有实现 好 我们登录一下 那么原先我们这个功能还是比较多啊 就是菜单比较多 那么基于这样一个项目呢 是抠出来的一个 一个利于教学的一个简化版 所以功能虽然呢 呃 并不是完全和这个商业项目一模一样 但是功能还是比较全 特别是有一个这个组织管理 权限管理这一块 那么基本上每个功能我都讲到 但是有一些细节呢 并没有特别的去再花时间讲 我觉得呢 如果能够把这一段学会 那么还有一些功能没有实现的 你们应该能够搞定 如果说你们 呃 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啊 对于有一些我没有在课道上面实现的功能 你还没有思路 还不能够利用课下的时间完成的话 那我觉得你在这个学习的效率方面 或者学习的效果方面 是达不到要求的 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我的所有的理论点 就是我希望讲的理论点 在这个过程里边都已经讲到了 而且有一些典型的这种功能 都给大家一句话一句话敲出来 那么你学会的应该是这种思维方式 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包括我在讲的时候 有时候出了一些问题 我是怎么去找 好 这个是比较重要啊 嗯 那么还有一些功能 比如说 我们这里还有像 采购 库存 那么这两块基本上就没有涉及到 而前面的每一个都有相应的讲解 那么这两个我希望留给大家能够去实现一下 比如说像供应商管理 它就是一个单表的维护 那么还有呢 像采购申请 采购管理 以及采购审批 这个跟订单的审批呢 是非常类似的 那么库存呢 就是一个 呃 一个表里边的这个数据的更新而已 当然也有可能是增加 好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两个 我是做了一个菜单啊 就是万年利 这个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我们一般在项目里边开发呢 可能会找找一个现成的万年利 好 那么还有像个人中心里边呢 呃 这几个也是比较好理解的一个功能点 所以我就没有再花时间呢 重复去实现了 那么一来呢 这边呃 课堂上面呢 我们讲要点啊 不要重复写代码 第二点呢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 这种自己完成一些项目功能的能力 不能完全的造成性 好 那么这是我说到最后的几句话啊 呃 那么最后我 还是要感谢一下大家 能够呢 坚持到最后 我们这个课程的时间还是比较长 总共呢 有60个课时 而有的课程都接近了 差不多都是50分钟左右啊 有了快一个小时了 那么大家能够坚持看下来 这还是需要有一定的毅力 但是我们最终还是希望你能够呢 在加瓦开发方面 技术上面有长进 而不是仅仅看完一套视频 好 希望大家在呃 有任何疑问呢 可以跟我联系 我的QQ呢 联系方式 包括QQ和邮箱 都在我们第一堂课的PPT上面都有 好 那本节课呢 就到这里 我们整个课程呢 也就此结束 最后 感谢大家 最后呢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